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它有没有可能变成恶性的肿瘤呢 理论上良性的肿瘤变成恶性的肿瘤的可能性比较低 不会没有啦 可是比较低 低很多 如果说是你这样子一直敲敲敲敲敲敲敲 这只是一个伤害而已 那么我们平常日常的生活 有可能只有一个伤害嘛 有可能你在这边敲 然后也有可能在同一个时间 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个敲 那你这边是良性的肿瘤不代表另外一个地方 它就是良性的肿瘤 不一定的 这个就是慢性病的一个原因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是轻微的伤害 而且是连续性的 当然这个轻微是对我们的身体而言是轻微的 什么叫做对我们身体而言是轻微的 就是比如讲我们去喝酒 如果说你十年来你只醉了一次 这是我们身体可以承受的 可是如果说你每一天都喝 而且每一天都醉 这个就是你身体可以承受的这个伤害 然后你延续了非常久的时间 就是慢性的连续的伤害的意思 这就是慢性病的一个原因 除了喝酒还有什么 就我们常常听到的 就是你可能吃不健康的食物 那你们可能会想说 营养师来跟我们讲健康 营养师一定就是每天都是吃很健康的食物的吧 其实可以跟你讲不一定的 我们的身体是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一些不健康的食物的 比如说炸的烤的这些食物我们的身体是可以承受的 所以不需要说就是一直都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就要吃很清淡 我们一定要去吃的非常的就是没有味道 然后没有油 这些其实反过来 如果说你一直吃的没有味道 它其实也是一种慢性的伤害 第一它对心理而言是一个伤害 因为你吃的东西是没有味道的 第二点就是你没有调味 你的饮食里面就会缺乏 那个盐 这盐它就是一种矿物质 如果你缺乏的话 其实它的伤害会比你吃的重弦来的更严重 那这个东西是属于细节 之后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再讲 因为我记得有三个礼拜 今天我先做一个introduction 就是先做一个进入慢性病的介绍 然后 所以同时呢 就是我们如果说我们可以吃的到是 好吃的一些煎炸的食物 什么叫好吃煎炸的食物 就是它是够脆的 然后够好吃的 然后是总之你吃了觉得是好吃的 这种食物呢 它对我们的心理 其实也是有一个正面的帮助的 如果说你一直就忍着 你很想要吃煎炸的食物 可是你一直忍着 然后你完全就不吃它 然后你一直忍着 这也是一个心理上面的负面压力 负面压力这个东西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也是一种慢性伤害 大家常常应该都会听到说 压力不好 我们要释放压力 可是这个讲法是偏薄的 不完全对的 压力其实分两种 一种是正面的 另外一种是负面的 对你的身体有负面的影响的 它就是负面的压力 那什么叫做正面的压力呢 正面压力就是你的一些紧张的感觉 一些兴奋的感觉 它其实也都是有压力的 你的血管会收缩 你的心跳会加速 你的血压会上升 所以这一种呢 它是属于正面的压力 我们用这个就是兴奋啊 或者是这种正面的依据 会来解释你现在受到的压力 这个就是属于正面的压力 比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1000个人的演讲 那么我要上台之前我会紧张 我当然是会紧张 那么我这个紧张 如果我一直跟我自己讲说 哇 惨哦 1000个人 然后我讲错怎么办 这一种呢 就是负面的压力 可是如果说我换一个观念 我就想说 哇 1000个人 哇 这是我一个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那我可以 第一次可以跟1000个人讲 讲那个作严 而且是面对面的 这是我一个很好的成长 这个就是属于正面的压力 如果说你是正面的压力的话 那么你的 其实它的效果 就跟我们平常听到说 像喝红酒啊 可以提高血液循环 可以把你的末端 的那个血管张开 的这个好处是类似的 你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稍微做一点想象 就是如果说你是 像我刚才讲第一种 你是觉得一直很紧张 惨了 等下我讲错怎么办 这一种紧张的话 这一种压力的话 你的手脚是冰冷的 是不是 那如果说你是很兴奋的 想说 哦 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是很好的 这个时候你的手脚 是没有那么冰冷的 是而且甚至有一点 可能是 比较温暖的 OK 这就是属于正面的压力 所以这边先跟各位讲一个 压力这个东西 它分两种 一个就是正面的 一个是负面的 如果说你的压力是正面的 那是好事来的 如果说你的压力是负面的 那个当然就是我们平常在讲的 压力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伤害 那个伤害 这一种 就是一点点的 这个伤害 OK 你的身体原本可以承受 可是它拉长了 它就是形成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伤害 这就会造成一些慢性病 OK 这个就是压力的一个 我先把压力的这个误会 先把它解开 所以各位听了这个解释了之后 以后之后出去 你们就听到压力 你们就一定要想到说 压力有分正面跟负面 那我现在究竟是正面的压力 还是负面的压力 如果说你现在跟自己解释到说 我现在好像是很紧张 我一直想到的是负面的东西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 你现在是在负面的压力里面 这个时候你就怎样 你就想正面的东西 它就可以形成正面的压力 而且正面的压力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这个是有研究的 就是他们有去研究了整万个人 这个研究是很大型的 很多个人 整万个人 而且是长期的研究 就他们去给那些人做问卷 就讲说 你现在的压力是 你有压力吗 然后你的压力是怎么样的压力 你觉得这个压力对你而言是好的吗 他就有这样子的问题 之后呢 这些人呢 整万个人呢 他们分成三组 第一组就是 有压力 然后觉得压力是负面的 然后觉得他的压力 对他的身体是有伤害的 这就是负面压力的组 第二组呢 就是 他觉得说 这个压力是好的 这压力对我而言是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 这是正面的压力 然后第三组是什么 第三组就是觉得 我没有压力 我生活很快活 这一些人 这是属于第三组 然后他们观察十几二十年 准确的数字我忘记是多少 不过总之就是十几二十年 然后他们去看 当初 填这些问军的人 他们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寿命如何 之后呢 他们就发现到 正面压力 的那一组呢 他们的寿命是最长的 当然 那个 负面压力的那一组呢 他的寿命是最短的 然后你还记得 刚刚我讲到第三组 就是没有压力的那一组 他的寿命是比 负面的压力的那一组来的长 没有错 可是同时 他的寿命 比 正面的压力那一组 来的短 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讲说 压力会让人成长 对 没有错 他四月四十会 所以不要想到压力就怕 压力有分正面跟负面 他甚至比没有压力 来的好 一个人活到没有压力 这样反而对于身心 也还是会有一定不好的影响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压力的一个部分 然后 当然 压力这个部分呢 是在心理上 心理影响到生理 造成了一个慢性的一个伤害 那么 饮食上有什么呢 饮食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慢性病是什么 糖尿病啊 高血啊 然后心脏病啊 中风啊 然后肾脏病啊 这一些 确实 慢性病是我们 人类目前 死亡率最高的问题 死亡率最高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第一名呢 在我国应该是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就是 心脏病 还有中风 这一类相关的 就是心血管疾病 这个心血管疾病 其实很大程度上 全部都是慢性病来的 然后 之后还有什么 当然就是癌症 大家听到癌症都怕 癌症呢 它其实有分为 慢性的跟急性的 我们这边讲的是慢性的那一种 什么慢性的那一种 就是比如讲 你一直以来都休息不够 你熬夜就算了 你熬夜然后还很早起来 然后你又在忙整天 然后你睡眠不足 这个是熬夜最大的伤害 然后对你的身体会有什么问题 你的肝 你的肝可能就会有伤害 然后你的血管 也会有伤害 因为你的血管 会一直承受很大的压力 而且这是不好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 如果说你有去量血压的习惯的话 你应该会知道 如果说你前一天晚上睡不好 那么你的血压 第二天是比较高的 那 澄清我的 我妈跟我爸爸吵架 晚上没有睡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 他又要去量血压 就是去做身体检查 然后他就去做 一量出来 一百七 然后这个 就吓到 哇为什么这么高 之后医生就跟他讲 没有啦 其实你就是昨天晚上 可能就是睡不好 所以他才会造成你的血压高 OK 血压高 不会因为你一次血压高 而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可是如果说你长期血压高下去 那么当然你的血管就会有伤害 OK 所以这个也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最重要的伤害 所以他如果说他那个 伤害累积到一定程度 那血管爆掉 在你心脏上 他就是心脏病 在你头脑上 他就是中狂 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 所以 慢性病呢 就是分成 你的隐私相关的 比如讲说糖尿病 肾脏病 这些 肾脏病我们讲说什么 就是 吃太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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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可能水又喝少 这个也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有 consult过 就是几个customer 他们是接近 要洗身的 然后我就问他们 你的水喝多少 OK 他们的水通常都是喝的很少 他们的水大概一天 比这个还要少一半 这个是差不多 600ml 600ml 它差不多少一半 就是差不多一天之后 300ml 这个300ml 它维持一天 那么 比如讲你的家里有过滤去的话 如果说它停水很久 你这个过滤去会坏掉的 各位应该知道 那 肾就是我们身体的过滤去 我们那两个肾 就是我们身体的过滤去 如果说你一直没有给它水的话 你这个肾也是会坏掉的 所以 一样的道理 你要怎么样去预防 这个慢性病的话 或者是说要怎么样 在这个慢性病还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 之前你回头 要怎么样做 就是你要先找到原因 所以为什么我问他有没有喝水 你喝水喝多少 我们就以慢性病 这个肾脏病的慢性病 来做一个例子 我就去问了 他在喝水喝多少 他讲喝的这么少 所以 第一个重点就是 他的水喝不够 他水喝不够 当然就是 要把他的水喝够先 然后再来观察 这个方式对他的身体 是不是有帮助 那么我 控制的几个真的是有听话 然后他们真的是 慢慢的把水加回来 的这几个customer呢 他的那个就 他的那个尿毒素 就会减少 然后那个肾的 伤害的情况 就会 开始 减缓 所以就不会这么快的需要去洗肾 如果说他这样子长期 再保持良好的习惯下去的话 那他确实有可能可以 一辈子不洗肾 所以这个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 如果说你的 你是有肾脏病的可能性的话 就是你肾还没有 你还没有去洗肾 可是你的肾已经开始 有一点不好了 那么你要先去看你的 饮食状况 你的水喝的够 那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 肾脏病的人 他的水都是喝的不够的 他还是有可能有一些人 他的那个 水是喝的够 可是 那就是第二点 他的 那个 饮食 他吃的太多 很咸的东西 或者是有重金属的东西 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 不符合规范的西药 什么叫不符合规范的西药 就是 如果说他是正规的西药 他的分量 他的那个 身体排出的这个速度 这些东西都是有规范的 可是有时候有一些产品 在网路上卖的时候 他可能会 为了效果 他会胡乱的添加 在某一些产品上 某一些食物上 比如说有时候 我们看Facebook的广告 有时候会有一些壮阳的药 或者是会有一些减肥的药 他的效果来得很快 这些药呢 他就跟你讲只是糖果而已 有这么好的吗 我吃了一辈子的糖果 为什么我都没有 壮阳 或者是我都没有很瘦 有些人会这样的问 我很少吃糖果 所以这个就是台里面夹了料 什么料 就是一些不符合规范的西药 这种不符合规范的西药呢 就他的量 加的 就 不是很精准 因为药 他就是 要需要很精准 可能 差一个一个Mg 他就差很多了 可是这种糖果 他就随便给你加 他那里 他那里管你 说 吃了你会怎样吗 他不管你 他赚到钱有力 所以呢 这种药呢 你吃 他就会 很多量 他就会提高你肾的负担 跟肝的负担 然后 长期吃这种药的人 他的慢性伤害很长 所以他就可能会有肾肠病 他就算有水 有喝的够 也还是会有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重金属 重金属是什么呢 就是 平常你吃一些来路不明的中药 刚刚第三个我们讲的是 来路不明的西药 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 来路不明的中药 来路不明的中药就 这个有时候也是在网路上面会看得到 有一些东西 他就跟你讲 他的效果很神奇 可是其实他里面会有一些重金属 然后 这个重金属可能是污染的 可能是他自己要添加的 因为 比如说 签 功 这个他是有安生的效果 确实是 可是这个事情要在有中医背景 就是中医师的情况下 他使用 他才可以 就是安全的使用 可是如果说 他是一种 就是网路上谁都可以卖的那种东西的话 他再添加了这些东西 他确实也是有安生的作用 可是量太多了 而且你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这样子吃了很好 我就一直吃一直吃 这样的话就是重金属 他对你的肾就是长期的负担 当然重金属还会有其他更大的伤害 比如说对你的脑 会有更大的伤害 然后 第一个我们讲的就是 你的 咸吃的太多 你吃太多的咸 就是你吃的太重咸 口味太重了 那么 就会对你的肾有一个长期的伤害 因为也都是我们的肾要去过滤的 所以 这个也是跟隐私有关系 还有跟你的用药是有关系的 对你的肾造成了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是跟隐私的部分有关系的 所以我总结一下 就是 刚刚我解释了什么叫做慢性的一个压力 慢性的一个伤害 你可以这个伤害你是可以承受的 所以 如果说你偶尔这样做一下 比如讲你偶尔喝醉 那OK 如果说你偶尔吃一些很奸诈的东西 OK 一个礼拜一次 一个礼拜两次 那还好 如果说你偶尔吃很重咸 比如说有时候我在highway上面 就是真的很饿了 就是下highway去 就是highway的那个旁边吃一些 highway那边的东西 就哇靠 有些东西真的很咸 咸到我有点甜不 吞不下去 那偶尔吃到这样子 还好 我们的身体是可以承受的 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身体可以承受的 这一点点东西 拉长 那当然 你的身体就会不敢负荷 就会像这边 这样一直 敲敲敲敲敲敲 这样的情况下 过了很长的时间 你这边就会肿一个包 它就会可能会产生良性的肿瘤 或者是恶性的肿瘤 恶性的肿瘤 恶性的肿瘤 恶性的肿瘤就是 恶性的肿瘤就是癌症 良性的肿瘤就是 你还在看它 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伤害 OK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压力 压力 不要只是想到不好的 下次你有负面的压力的时候 你要用正面的一个状态去看它 这样的话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它也不会有带来实际上的伤害 OK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东西都 可以把它去用正面的压力去看待 不一定的 比如讲说 有一些死刑犯 你现在跟他讲 正面的压力就 也没有用 因为他都要去执行死刑 OK 那 可是 有一些饮食呢 它是可以释放压力的 比如说煎炸的这种食物 煎炸啊 甜啊这种食物 它是可以释放压力的 所以如果说你很喜欢吃煎炸 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很喜欢吃煎炸 或者是很喜欢吃很甜 你要去看它 是不是生活中的压力很大 这个也是有一个研究 比较小心的研究发现到的 就是他们去看说 那个死刑犯的最后一餐 通常是什么 就发现到很大的程度上是炸击 某一个品牌的炸击 那 这个就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吃煎炸的东西可以帮你释放压力 所以释放压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你要去跑步啊 你要去做一点运动啊 然后你要去正面的思考啊 这个都是 然后记得还有一点就是你要吃好吃的东西 当然好吃的东西不一定是要炸的 可是就是对你而言你觉得好吃的东西 然后如果说一个人很喜欢吃炸的 你要去看他的情况是 他有没有可能他的负面压力很大 然后你从这个方向去开导他 如果说各位 因为我不太认识你们 不过如果说你们有需要去开导一些朋友 或者是身边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 你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从这个方式切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也是很少能看到的 然后 如果说是负面的压力的话 他就会对你的身体的身体 会有造成一个负面的影响 长期的负面的影响 就会长期造成一个你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跟你的血管的健康是极其相关的 因为你血压高的话 你的血管就会一直在紧绷的状态 紧绷的状态 它有一天就破掉 或者是它阻塞 它就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越大 然后再破掉 在你的心脏上它就是心脏病 在你的头脑上它就是中风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慢性病就是分两种 一种是跟心脑血管有关的 第二种就是跟你的器官有关的 你的肾 你的肝 你的肝 你才去吃那种来路不明的中药 西药 你的肝的负担也是很大 然后你的肾的负担也是很大 然后还有抽烟 当然抽烟是一个点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你可能住在工业区附近 或者是掩埋 如果一直都有掩埋的话 当然今年还好一点 可是一直都有掩埋的话 那么对我们的肺其实都是不好 在中国 就是一些掩埋比较重的地区 就是已经开始出现小孩子 都开始有肺癌 所以如果说你家有小朋友 如果说你的住家是没有办法就搬走的 可是附近有工业区 就是它一直都会有放烟出来 或者是有一些很没有阳性的 它可能在晚上的时候 烧垃圾 而且这些垃圾是有塑胶的 它烧塑胶 就要烧垃圾 这个的话 如果说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就吸进去的话 那么可能 对 不论大人小孩老人 其实都是不好的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 搬离那样子的环境的话 那么可以建议你就是 买一台空气过滤器 这样子的话帮你的 这个环境做一个过滤 也帮你的肺做一个过滤 不然的话 其实外国那种很 就是掩埋很严重的那种地方 他的小朋友已经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OK 你就想说小朋友 才四多岁 可是你要知道 他可能从很小的时候 他就开始在销这个掩埋 然后销了十多年 所以你可能会想说 他才小 可是你要知道 他这个伤害 他已经累计了十多年 所以他确实有可能在十多岁的时候 就得到这个癌症 OK 那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